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响 欢迎空 第444章 热心肠 脑子胡思乱想着就下了山 方正果然看到了一对对的人们 正在晚上山上啊 扛木头 抬石头 这高山机器上不来 也只能靠人力了 可惜啊 人手少了点 只有二十几个人 按照这个速度啊 方正估摸着 这钟楼就有得盖了 方正和这些工人打了招呼 就让开了路 然后再往山下跑 结果山下一片混乱 一大群村民在山下聚集 女人带倒水 男人就扛着砖 搬石头 还有扛木头 孩子们也是跟着闹着玩 拿着几块钻呢 像模像样的跟在大人后面 嘻嘻哈哈的 宋二狗 你用点力啊 孙前进叫道 喊什么喊呢 我裤子都掉了 提裤子呢 宋二狗一直提着裤子叫道 陈金啊 你都一把年纪了 你就别颤和了吧 杨华杨平看着一根木头路过的时候啊 叫道 我呸 我的身体好子呢 我告诉你啊 我上三了 你啊 你啊 估计还得再扮三腰呢吧 陈金说完就叫道 儿子啊 用点力 加把劲 超过他们 陈金的儿子陈龙哈哈大笑道 你放心吧 走的 随后两个人扛起了木头 就追了上去 两伙人竟然搞起了比赛 一 二 三 那个 嘿 哟 扛木头 那个 嘿 哟 另一边啊 他女国也在 竟然唱起了民谣 伴随着节奏啊 一大群村子里的男子 是齐声发力 跟着喊的耗子 是扛起了一根根的木头 就往前走 而且方正还看到不少外孙的人 也来跑来那个帮忙 一个个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仿佛啊 不是来出口大力的 而是来享福的 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 方正咧咧咧嘴 挠了挠头 又笑了起来 他喜欢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 哎 方正主持 你咋下山了 这事不用你管 我们来就行了 宋二狗看到方正 立刻说道 众人纷纷看过来 也跟着教导 哎 宋四 你好好念经就行了 再点活呀 我们给你们包了 宝尊以最快的速度 给你建起一座棕楼来 谭举国一脸回忆的道 哎呀 想当年呢 一纸四也有一口钟 不过那口小了点 但是声音好听啊 每天呢 一只柴石都会敲响他 嘿 当时在山下听到钟声 就知道天亮了 就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那个感觉呀 满满的都是回忆 就是啊 后来钟坏了 就没了动静 老长时间啊 我都不习惯了 另外一个老人道 可不是嘛 现在好了啊 山上又有钟了 嘿 主持方圣啊 主持方正 这是你的福气 也是我们的福气 这修钟楼啊 是功德的事情 我们都跟着沾着功德 你可得让佛族 好好地保佑我们 这个时候 沉浸的老婆 苏洪过来 笑道 方正 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行善事者 必有善报 贫僧一定 日夜为施主们祈福 众人笑了 继续干活 方正也不能闲着 扛起一根木头 就跟在后面走了起来 顿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不过见识过 红孩儿那个怪力娃后 对于方正啊 大家能够接受 那肯定是能接受 好歹他是一个成年人嘛 上了山 方正自然不能小气了 饭是管不起 但是水肯定要管饱的 只不过就是苦了红孩儿了 基本上一桶桶水呀 就是往山上运 往山下运 就没停过呀 因为大家需要喝水嘛 喝水的量还是很多的 不过村民们 喝了无根净水后 一个个直呼过瘾啊 仿佛三浮天的太阳 都没有那么毒辣了 疲惫感也减少了不少 哎呀 战役十足 一天就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村民们也有自己的农活要做 不可能全部老少齐上阵 这一天的完成任务并不算多 但是比起胖子找来那些师傅 自己干的速度 那是快了好几倍不止 那些师傅也是纳闷的 他们没少修过寺院呢 但是这种是发自内心的帮忙修的 还真是头一次见 以前的寺院或多或少都要出钱 要发那个薪酬 最差的也得管饭的 而眼前这个小寺院竟然只管水 他们实在想不通 这小寺院就这么神 我听说呀 我好像是说 那个自一围祖师的小时候 就在三下四百家烦藏的 村民们把他当百个孩子养 现在后孩子要不改房子了 怎要处理了 入夜 一个人坐在床上的 哦 越来如此啊 我就说嘛 那么年轻的小和尚 再厉害 也不可能让一村的人那么拥戴呀 一名瘦脸男子笑道 行了啊 说这些干啥啊 咱们就好好干活 拿了人的工钱 就走人了 另外一名一脸憨厚的男子 躺在床上道 哼 我不就是这么一琢磨 不过这年轻人就能当祖师了 这小子也不简单 而且还有金足给他钱 还偷钱给他 这更不得了了 得得得得了吧 和尚我见多了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和尚 能够守得住这清心戒律 清规戒律 对 山上念经 山下喝酒吃肉 泡妞的也多的是了 对了 现在不是有一群和尚 是允许娶妻生子的吗 要我看呢 那方丈也差不多 也是这块料 一名短发 皮肤又黑的年轻人哼哼道 哎呀 你懂个屁呀 那些并不是和尚 只是佛学院毕业的学生 人家出家的目的 只是研究佛家经文 实际上根本算不上出家 出了寺院就是普通人 真和尚还是有的 只不过呀 你见的少 真和尚跟人的感觉也不一样 仿佛自带祥瑞似的 看着就舒服 一名年长的男子道 哎 马师傅 你这话说的咋跟神话似的 那你看看这方丈住时 他带祥瑞吗 年轻人根本就不信 罗小 你自己不会看吗 呃 反正我觉得啊 这个和尚和其他的和尚不太一样 别人是那种温和的 让人看一眼 就心平气和了 他们 就如同一轮太阳似的 很亮 看到他心底的烦恼就散了 感觉整个人都亮他了不少 反正啊 是说不清楚 马师傅道 嘿 我也是呢 立刻有人就硬和道 罗祥翻了个白眼道 反正我可没那个感觉 算了 不说了 明天还得干活呢 我估摸着啊 明天可就没人帮我们搬东西了 今天他们是心血来潮 明天 酷啊 与此同时 方丈也在寺院里犯愁呢 哎 师傅 要不你把法律给我 我连夜把那些材料给你弄上来 那就不就不就不就完了吗 红孩儿道 方丈白了他一言道 你弄得轻松 但是到时候我怎么解释啊 说你飞下去 用神通搞定的 麻烦太多 不好解释 此路不通 本集播讲完毕 我认识啊 哎呦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